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這就是香港警察的攤位 今天就是教育及職業博覽 我們現在這個攤位的作用 就希望有志投考警隊和一般市民 都有機會去認識我們警隊 我們不如去看看 其他我們今天有的攤位在各樣的內容 我們警隊會一連四天在這裡有一個攤位 其實我們這四天都會有不同的部門 在這裡讓市民多點了解我們的工作 因為這個攤位其中一個目的 都是招聘一些有志的人士去投考警隊 所以我們其實現場都有一些手壓力的測試 是我們警隊入職體能測試的其中一項 包括有800米跑 有男士和女士不同的要求 例如男士就一定要跑到3分12秒 除了800米跑之外 還有4成100米的穿梭來回跑 也有一個立定跳高 最後就是剛才你看到的手壓力測試 這個就是警隊入職的視力測試 考生需要在3米的距離看到一個英文事務 我們對一個體格也有其他要求 包括一些男性女性分別需要最小的身高和最小的體重 例如男性我們需要163厘米 即163公分 又或者他的體重也需要超過50公斤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攤位的展示 就是警察的高空工作隊 這個部隊我們叫警察高空工作隊 有需要牽涉一些我們叫高空工作 或者一些危險位置 或者一些有機會會跌的地方 需要去工作的時間 找我們出道去幫他們 最基本起碼不怕高 另外對一些我們叫做成結 或者一些基本的技巧去有些認識 我們是鐵路警區鐵路任務部隊 我們是2010年成立的 我們成立的目的就是應對 香港鐵路系統的一些重大事故 以及可能一些恐怖襲擊 而我們平時的工作就是在香港的鐵路站 月台甚至車廂裡面 作為一個高調的反空巡邏 這就是我們部隊全副武裝的裝備 有反頭盔 有我們的夜視鏡 還有我們的鼻彈衣 還有我們的主要武器 就是有我們的半自動的步槍 其實搜查隊的工作 最主要是 例如一些大型的活動 一些政要、重要人物 來到香港 或者是做一些大型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負責搜查那一處的場地 這是一個手提金屬的探測器 例如一些很高的地方 我們又不用爬上去看 我們只需要用這個鏡子 就可以看到 上面有沒有收藏一些 遺禁品或者可疑的物品 一些密封的空間 我們想知道裡面有沒有收藏東西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鏡頭放進去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 裡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在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警隊的 反詐騙協調中心 這裡也有同事去告訴大家 聽我們防騙的一些訊息 請直投口,香港警察